週六停車場外為大排長榮 不是排隊搶買快篩 也不是在苦苦等待著PCR 或是接種疫苗 他們都只是想要繳個停車費而已 停車場內車子因為塞在出口處 喇叭聲按個不停 停車場外民眾則是大排長榮 等繳停車費 而且一等就是幾個小時 民眾氣炸直呼 真的太誇張了 這前排四六五五 你跟政府說出來 政府換人就好了 基隆南興市場對面的七堵停車場 因為週末天氣放晴 大家都到市場採買 一時間停車場爆滿 由於只有一台繳費機 所以繳費速度超慢 造成六七十位民眾排著隊繳費 引起民怨 最後廠商到現場打開柵欄 讓車輛先開走再繳費 才舒緩了排隊人潮 就是說我們這個機器 只有一台就不夠 說以六 禮拜六分禮拜天 我們這個現場是不是 可以派這些收費員 議員表示 未來假日時會協調交通處和廠商 派人到場協助 或者是兩台以上的繳費機 紓解繳肥亂象 記者出電影帳號 金融報導 2 7 6 7 9 11 7 9